預備 開始 一聲令下 義肖們快步向前 穿戴起沉重的救火裝備 這是消防署今年的義肖組織救災能力 考核現場 透過四項測驗 讓大家看見在地義肖 平時苦練的成果 那義肖當然它的一個分佈 包括年齡啊 包括義肖的所在地 都非常的廣 我們年齡有20來20初頭歲的 那也有68歲的 因為我們義肖的最高年齡就是68歲 那年滿20歲就可以加入義肖 所以它有這麼寬廣的年齡 那當然資深的來帶我們之前的人 讓他們很快很快的進入義肖的狀況 來執行我們新竹市各項 救災的各項的一個工作 參與考核的義肖 不是在地派出最強的選手 而是中央隨機選出 這種方式也讓大家看見 新竹義肖整體的戰力 這次關階最大 同時也是年齡最大的 浦頂義肖分隊長 也不負眾望 帶領30位考核弟兄 奪得特優的滿分成績 今天抽策我55歲未滿 所以差一個月就免測也是被抽到 很幸運的參加這次抽策 因為我們新竹市消防局都有在 平時都有在落實訓練 所以什麼都不怕 那大概我們從過去啊 新竹市的義肖團隊 那麼每一次的訓練都是滿分 那個抽策的部分 是由消防署來抽出人員來受策 而不是我們指派的 那所以很特別就是說 他抽出來每一位的這個 受策的這個義肖的夥伴 他其實是靠平時的訓練 而不是說我們訓練好了 來做測驗這樣 所以我們也很高興 我們新竹市的義肖團隊 可以說在每一年 兩年一次的這個消防署的抽策 每一次都是滿分的通過 可以見得說我們平時的 定期的訓練是很紮實的 別人的逃生口 是打火弟兄們的入口 新竹市已經纏連世界 在考核中奪得特優的成績 也連續八屆奪得兩年一度的 全國義肖競技大賽的冠軍 這些成績見證在地義肖 平時的訓練與付出 也成為市民緊急危難時 最好的靠山 凱破新竹陳若怡紅採訪報導